欢迎收听日志之声中日双语广播节目 Hibi no go e by Ringgar podcast e yoko so 大家好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每周会带来几则与日本有关 轻松有趣的中日双语话题 欢迎收听日志之声EP75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日本画家刷卡买婚戒居然被停卡了 那么开始啰 職業を配信者やクリエイターとする人たちは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の審査で壁に打ち当たってしまうみたいです 例えばホロライブで人気が高く 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の収入が1億円突破しているウルハールシアが 審査が通らないとライブ配信中に語っており 課金したいときにはコンビニに行かなくてはならない状況がよく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大家有听说过 身为新媒体創作者等工作者们 在办理信用卡上常常会遇到许多困難 比如像是ホロライブ中人気粉丝都超高 且年斗内收入破亿的ルシア也曾透露过 自己的信用卡都办不过 明明在直播中发生要課金的时候 就要跑到超商买点卡的窘境 今週11月14日 有名な同人作家のエシがツイッターで結婚の報告をしたら 多くのネット民から祝福される一方 ツイッターでは 指輪購入人に不正利用の疑いで無事に止められた 毎回支払額が割とえぐい感じになる 同人誌の印刷費支払いでは 一度も止められたことがなかった 指輪なんてお前が買うはずがないだろうと クレカ会社から思われていたことが判明しました として 泣くには泣けず笑うには笑えないことに これによって 多くのネット民から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を止められた経験を 而被判断為倒刷 這件事情讓慈明慧是哭笑不得 也引起許多網友的共鳴 纷纷出來分享自己被停卡的經驗 海外でスマホを買っている時は止められ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のに 国内でスマホを買おうとしたら止められたのだ 業務的に使っている感じのカードで 急に金属購入とかだと どうなんとか疑えるわな カード会社いい仕事するな といったコメントがあります 比如說就有網友表示 在国外買手機都沒問題 在日本国内買就被警告是可疑消費 不过也有人表示說 与日常行為作為業務用的信用卡 突然購入了完全不同的高消費的貴金属 的確會引起銀行端的關注 這也是為了要保護消費者的立場 何週間も連続で難しい話題を取り上げていたので 今日は気楽で面白い話題にしましたが 皆さんに気に入ってもらえると嬉しいです 前幾週我們都聊了許多又大又艱深的問題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篇 比較輕鬆有趣的话题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 然後這一篇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廢 礼拜一應該有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今天選的話題 真的是輕鬆到不行 就是沒有什麼 我跟你們說 資訊量 這種新聞可遇不可求 是嗎 真的 這種新聞可遇不可求嗎 可遇不可求不是 就是每週都有啊 有時候想要找那種很廢的時候就找不到 就沒有啊 對啊 今天就出了一個 真的很廢的 而且這一篇啊 就是 它是 很多篇推特租起來的一篇啊 應該是這樣講 應該是那個 同仁慧師他先在他的推特上面說 他要結婚的消息 然後曬了他的婚結跟那個結婚證 就是日本不是日劇有時候也會很常出現 就是他在 嗯 就是有什麼離婚 結義書跟結婚 哦對對對 的時候不是都會有一張紙嗎 然後大家在家裡寫完 婚姻屠 哦對對對 像那個 曾子公主跟小事歸 結婚的時候不是也有 就說他們去递了那一張 嘿 婚姻 婚姻 婚姻屠 沒有沒有沒有講到 那個婚姻屠的中文是什麼 嗯 就是一個申請 申請書 申請書 沒錯 他就是他就塞了那一張 然後反正就是下面就說 おめでとう 什麼什麼啊 什麼是 什麼券 什麼很意外之類的 什麼什麼的 然後呢 他就是 就是在聊完這個之後才說 ちなみに 就是 欸話說就是 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就是他在 百貨公司買那個 戒指的時候 嗯 結果刷完之後就被停卡了 哈哈哈哈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就覺得說他明明以前就是 刷了很多高價的東西 因為比如說像印刷 但因為他常 他是那個同仁的繪師嘛 對 所以他也會去 就是自己去印刷一些 就是廠子之前 別人的 本子之類的 自己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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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畫完 不是要送印刷廠 嗯 然後變成一本一本的嘛 然後那個價格就是 也是很可怕 嗯 然後結果 之前都沒有被停過卡 結果居然 在刷戒指的時候 就被停卡了 他們就說 什麼不遺想 欸 福星 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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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怕你是被倒刷啦 對 然後就被停卡 他就說什麼 難道怎麼辦 同仁作家是不能結婚是不是 你難道是認為 同仁作家是沒有辦法結婚的嗎 這樣 還蠻好笑的 其實很多人就是有出來 分享說 就是他 他也是什麼 買過很多東西 就很貴 但是突然買了一個 跟平常消費不一樣的東西 之後就被停卡了 之類的消息 台灣 台灣有這麼嚴格嗎 我覺得沒有 我沒聽說過身邊有人 因為這樣子被停卡 我們那個時候買麥克風 也沒被停啊 麥克風可能不夠貴 麥克風 我們如果買10萬的 可能就會被停卡吧 我的額度沒那麼高 因為是一開始就阻止了 我們高消費的東西了 我懂了 我抱歉 我們這邊會被停卡 應該是你卡費沒有去繳吧 對啊 或者是 你突然海外刷卡吧 是喔 突然海外刷卡 好像會被 被銀行打電話過來關切 就像是 我想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聽過一個直播組 叫做懶貓 不知道 就是一個 他就是玩很多手遊 然後玩 他比較有名的 就是有玩FGO 然後他就會一直課金 一直課金 一直課金 然後FGO一單 是三千多塊台幣 他就一次可能就是課個 一百單嘛 嗯嗯 所以就是可能三十萬 五十萬 然後他有時候 就是我之前會跟張老師一起看他的直播進化 然後反而就是他 就是直播到一半 刷卡 因為他一直刷 他就手機直接按那個 Apple Store購入嘛 他不是有綁卡嗎 對 然後他就是刷到一半 然後就直接 銀行打電話來 問說是不是他本人在消費 因為他刷爆 刷太多了 哈哈哈哈 可是他就真的很誇張啊 因為他的 這個我可以理解 就是你一直在玩 嗯 遊戲類 點數類的東西 感覺好像很容易被詐騙 哦 就是刷太多 刷到銀行打電話來說 嗯 這是 是 是你 是本人嗎 呵呵 可是如果真的不是本人刷的話 他們 如果發現真的不是的話 那筆錢 好像 我們就不用繳嗎 對 好像不用繳 就你馬上 你有即時發現 然後你馬上跟銀行聯絡 好像是可以不用繳的 我記得是 嗯 但是你那張卡就被停了 所以這件事情還是會需要欸 會需要 我真的覺得是因為銀行要保護他 還不錯 我覺得這算是他們 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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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夠高欸 嗯 然後像 也有網友就說什麼 之前都是在買那個 買那種月租 嗯 這種訂閱制的東西 然後每每個月 不是固定會從那個信用卡扣嗎 對 然後他就突然買了那個 迪士尼讓斗的 門票 我覺得這個超好笑的 迪士尼讓斗很正常的消費吧 沒有 他就說他平常都買一些漫畫 或是 對 書籍之類的 宅宅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 因為有三個朋友要一起去迪士尼 然後他就幫朋友刷 嗯 結果就被停卡 然後就 因為那個迪士尼的票 不是有時候要搶嗎 對啊對啊 他就臨時還去 跟父母借的卡來刷 哈哈哈 被停卡 被停卡 而且迪士尼讓的票 其實有點貴 因為他一張就是 九千多日幣 然後他是先幫朋友刷 就是那個下面的網友啦 的留言啦 嗯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我們 我沒有被停過卡的經驗 我也沒有 對啊 我們 因為就是因為 我們消費不夠高 然後我都沒有買一些 可以的東西 因為我都是買一些漫畫 什麼的 就 對啊 布博客啊 之類的 然後我想想 還有UberEat啊 我就 主要消費就是那幾樣 對啊 所以如果 如果 以後啦 以後 我的 突然去買了 比如說 賺戒之類的 是不是有可能就會被停 嗯 那我買 因為我最近有在考慮要買蘋果電腦 哦 是不是有機會被停擦 有機會被來那個關切 因為我想 我想買一台 你是要買七萬的嗎 我在考慮 可是真的有一點 單價真的有一點過高 所以我就在想說 我先存一下好了 我先存個五六萬 然後分期嗎 Fore蘋果電腦的預算 我就先存一筆 然後再一次買這樣子 唉 真的好貴哦 可是你早買 晚買都要買 那你不如先買 然後用久一點 像 沒有 因為蘋果電腦 我已經預計 我一定要用五年以上 嗯 它其實可以活很久 像我現在 因為我電腦 我現在是沒有筆電的人 我現在用的電腦 是我以前的 Tica之前的 Apple的電腦 之前是用Air 然後我換Pro之後 就Air就 其實也沒有壞 對啊 很好用啊 真的只是它容量有一點小而已 就是這個小問題 然後剪影片動不太 就是沒辦法動 對對對 因為我們影檔跟影像檔 有時候太大了 然後有時候我們不是 之前都錄一個小時嗎 兩個小時 然後那個影片 一拉進去就直接死掉 我早期的YouTube的影片 都是用這台Air剪 對啊對啊 就一開始還可以 可是我越剪 它就越動不了 然後我們會閃退 會閃退什麼的 會閃退什麼的 一直丟 字幕還想說要一直丟 就真的沒辦法 它真的快 對 快不行了 這 它現在只剩 剩幾本工的 文書 查資料跟打字 看YouTube 看Netflix 我記得我之前拿它打論文 嗯 閃退 我只是拿Word打論文 它閃退欸 你的論文字太多了吧 檔案太大了吧 就真的 嗯 它快不行了 不要操它 嗯 呵呵 嗯 然後呢 回到我們這一篇 其實就是 一個真的很輕鬆 然後就只有這樣子 就只有這樣子 的內容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單次就跟 非常的空洞 沒關係啦 就大家稍微輕鬆一下 閒聊一下 說不定 聽眾也會有 因為就是買了 突然買了跟自己日常生活 我不相符的東西 被停卡經驗啊 歡迎 私訊我們 跟我們分享 哈哈 然後呢 就想說可以補充一些 就是昨天 就禮拜一沒有跟大家聊到的 一些新聞好了 就 最近 日本 物價在漲欸 嗯 你知道這件事嗎 好像洋蔥嗎 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洋蔥對不對 現在好像咖哩店 很辛苦 因為 咖哩一定需要洋蔥 然後第二個 也是名聲優品 就是醬油 真的喔 你有看到醬油在漲嗎 醬油我沒有看到 他就說 漲幅很高之類什麼的 然後除了醬油之外 嗯 最近日本要入冬了嘛 然後北海道那邊 其實他們有在用那個 燃 就是要倒油 燃料進去燒的一種 暖氣那種 暖爐 暖爐那種東西 我忘記那是 沒 沒油嗎 還是什麼的 那個油好像變得超貴的 但是你在北海道 你是不得不用那個 會死 太冷了 嗯 所以 最近日本 在漲價這件事 我覺得 算是 大家應該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就 然後你跟我說 台灣有東西也在漲對不對 我最近看 我因為我有時候也會看台灣的新聞台 嗯嗯嗯 好像因為有看到什麼東西在漲吧 可是我身邊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 好沒關係 那就 那就 跳過 不知道台灣 台灣也有東西在漲 哈哈 就中國 中國那邊不是限電嗎 嗯 限電那邊工廠停了之後 其實就會影響到全世界的東西 會變貴啊 嗯嗯 你知道這 就這件事是影響很大 為什麼我啊 因為 什麼什麼意思 他們的電會影響我們的電喔 比如說 他們現在限電嘛 所以很多工廠的都不能做 然後你知道我們現在很多民生用品 塑膠啊 什麼很多 Made in China之類的 都是中國那邊做的 好那他們源頭斷了之後 原本就有 東西就變少了 嗯 啊東西變少了 價格又變貴 原來 然後又因應就是美國最近不是要聖誕節嗎 然後聖誕節不是就是一批 要Made in China之類的商品 超級多商品的一個季節 然後就東西有 連帶了很多東西都變貴這樣 原來如此 我是不知道跟日本的那些原料有沒有差啦 好像 關 關於越南那邊好像也有一些事情 所以導致有些停產啊 原料供應不足啊 我還有看到一個雞翅雞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日本有一個 連鎖的家庭餐廳 綠色的標誌 什麼美的 你知道嗎 我應該知道 你應該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一個連鎖的家庭餐廳 然後你是可以選什麼飲料吧 喝到飽 然後是 家庭餐廳都那樣 對 那種的 然後他們原本有一個 餐點裡面是雞翅 然後他們雞翅好像原物料供應不足 我記得好像是越南還是印度那邊 然後就 那個雞翅就好像從四隻變三隻 我就看到這種背新聞這樣子喔 好像就是也是有被影響到 所以不知道最近大家是怎麼樣 就一直在學 最近都比較辛苦 感覺我的生活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我也沒有啊 我還是血神 吃家裡用家裡 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會 因為這樣的影響 然後下一個也沒聊到的話題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最近的新聞 除了Corona的消息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流行疾病 叫做手足口病 什麼 手足口病 手的媽媽 對 就手的媽媽 就 這個病 就是之前 我有看過這個詞 可是我記得之前都是在小朋友 嬰兒 嬰幼兒 之間流行的 然後他們就是會一直 摸什麼 摸完什麼 然後就吃攪椒吃細菌感染的 它是 ウイルス ウイルス感染的 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的 然後最近好像就是 又開始流行起來 然後 而且是在成人之間 對 就是很詭異 而且我們剛看一個新聞報料 它是說手足口病的耗發期 是在夏天 對 七八月 對 但是這一波居然是發生在現在 就是秋冬 四一月 嗯 所以就不知道為什麼欸 嗯 就日本 而且那個手足口病的病症看起來很可怕欸 就是會紅紅的 會痛 會癢 像是很嚴重的循麻疹的感覺 對 然後在手上 手掌心啊 腳啊 然後就是會有很嚴重的紅斑紅症這樣子 它有一個25歲女性 她有得這個手足口病 她就說沒辦法摸熱的東西 就很痛這樣 嗯 超級可怕的欸 而且聽那個醫生說 好像目前沒有治療方法 喔 真的假的 只能預防 所以小朋友要怎麼好 就是慢慢等他好 用自己身體的抵抗力 然後他就會有一天就會好這樣 應該是 他說他只能預防 沒有根治方法 嗯 然後日本好像是2019年的時候有流行過一大波 很嚴重的 就是你可以看那個折線圖 就是2019年就是真的是爆上去那種的 然後像去年跟前年都是很平穩的 就是完全跟2019年比起來 這超級少 然後今年又突然為什麼就復 不知道為什麼就復活 對啊為什麼啊 就啊 我看我想到有一個醫生的解釋是他他在推測是不是因為CORONA 嗯 為什麼CORONA會影響到手足口病的 我不知道 好 這是迷一般的 迷一般的解釋 的病因 反正如果人有在日本的話 就是要勤洗手 對 勤洗手多蓋口罩 對 雖然現在比較和緩 但是現在要防的是手足扣病 手足扣病 不是CORONA 那好像很痛苦欸 因為我之前過敏的時候也覺得超級痛苦 我吃了一個貝類 然後直接循麻疹壓起來 你小時候有這樣嗎 沒有 你是很最近才發現 我這兩年 可年紀 沒有像以前 因為我以前是運動少女 你知道嗎 運動少女是不會有病痛的 哈哈哈哈 然後出社會之後就是運動量積減嘛 所以就是有很多以前不會游的東西就跑出來了 對 我就記得你以前什麼都可以吃 什麼都可以吃 然後有一次就突然跟我說不能吃貝類 就 牙起來之後我就嚇到了 就真的很癢 你還去看醫生對不對 沒有他給我打了一針 因為我是急性的 就 嗯 我從來沒有這樣子過 我從 我記得我小時候還有去驗過我的 過敏緣 我從來沒有驗過欸 因為我哥哥有過敏 然後就跟我哥哥一起去診所驗 你哥哥是對什麼過敏 虎 虎威草 你有聽過嗎 沒有欸 就是長的一根植物 然後上面有三根毛毛的 生活中有什麼機會可以碰到虎威草 牠就是長在路邊 很不起眼 但是牠的上面的毛毛的 會被風吹 所以如果你的 你吸進去氣管 你就會 就會開始 牙起來 對就牙起來 所以其實蠻致命的 所以大家小時候都會帶一個 像是蝸牛形狀的 的一個吸入器 然後叫什麼胖胖 胖胖魚嗎 還是叫什麼 就給小朋友吸 急性過敏的東西這樣子 我也有去測 是抽血驗的 就以前小時候都沒有的 餅 但是我長大了 就有了 就有了 所以我最近 好可憐 這幾年就是會忌諱吃那種比較大的貝 我只有我是吃一個 可是蜇集很多貝雷可以吃欸 我可以吃蝦子啊 我可以吃帶渴的生物 欸蛤蟆呢 蛤蟆可以 蛤蟆可疑性 蜇集裡面的蛤蟆糖超好喝的 我喝了四碗欸 我們現在就是這一篇實在是太空洞 就在跟大家稍微閒聊 希望大家見諒 希望我們過年的時候 可以一起去吃蝦劑 用那個斗內的金額 對上次是因為我爸突然很想去 因為他沒吃過 他很想吃 就帶我們家去吃 是沒有一個理由的那種 我現在就要 我可以理解 可是我就是很不喜歡那種 自助餐型的飲食方式 我喜歡 我也是 我喜歡有人服務我 有人送到面前 對 這樣你就不用一直走來走去 我就是去吃那個走來走去很累 所以我後來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 你所有的餐點的順序 全部都跟一般相反 就是你一進去先吃甜點 哦 這樣子就會很順 就沒有人在拿甜點 因為大家都是一批進去 同時間在吃 對 然後你看大家拿得差不多 你再開始吃你的正餐 這是我的 找出來的對策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排隊 然後還擠來擠去的 感覺很多口水 而且你不覺得 就是就算成年了 你在夾自助餐的時候 都有一個本性的感覺 就人的本性嗎 就是我現在就是要搶這個 我要吃 就有一個 我不知道 我明明就是每個人都可以 一定可以吃飽的 狀況下 但是每個人好像都很急 要去掠奪那些食物 是什麼 對啊 本能的感覺對不對 我不喜歡這樣的感覺 就跟學校吃營養午餐 以前我們 班上的營養午餐 也是有這種感覺 那種比較好吃的肉 什麼之類的 很快就會被夾光 對 然後就會有壓 我就覺得吃飯有壓力 我就覺得 我不喜歡 我也不喜歡 我喜歡舒舒服服 慢慢的吃 對 我們兩個是吃飯 很慢的流派 他們那邊的甜點 很好吃喔 有和果子 我們期待續集 我們把發票寄過去 等我們哪天紅的 我就可以 放續集代言 他們的和果子 真的好吃欸 我其實沒有認真 吃過和果子 品質是 很好的 它不是那種 隨便給你的那種甜點 和果子不就是 很多豆沙 對 紅豆泥 可是我在台灣 吃了那種 我不知道是哪 哪什麼店的 可是就是那種 不對 不對 你知道跟在日本吃的 不是不對 就是日本吃的 會那種很細緻 它那個豆沙是細緻的 嗯 我 我不知道 我沒有吃過 好吃的和果 很香 好 那是不是我們閒聊 就差不多的到這 因為我們其實 單字也選蠻多的 因為我們怕 我們這一 這一part太短了 反正就是一個 有趣的小新聞啊 跟大家分享 不要太認真 好的 好 那我們就接著 這一篇話題的單字吧 好 然後就接著 這一篇話題的幾個單字 其實這一篇 都沒什麼單字耶 都是延伸單字 沒錯耶 所以我們 關於這一篇 有出現過的單字 第一個 我們選的是 egui egui 然後它這egu是 片假名 然後它的中文呢 其實有點難翻譯 我們剛剛一直在找 egui 可以對應的詞 因為像這個詞 就是我一直知道它是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我就 我是語感派的你知道嗎 我一直都是這種 感覺派的 所以我很難去想說 最中文要怎麼翻 我只能 其實你這樣還比較好 我覺得反而是 你看到新的單字 你就 馬上直接要去找它的中文 這件事情反而是不太好 真的嗎 因為我是 我真的是感覺派的 然後 我知道 我看到egui的這種感覺 的時候 我就會是 中文的就是 egui 或是那種 egui的這種 就是那種 很痛 我的錢包很痛 我心很痛 我看到這一筆金 我就egui 所以它就是一個 的這種語感 知道嗎 就是很難去用中文去翻譯 然後我們搜這個單字的時候 我們就甚至看到PTT上面 有人在 在問 在問說 對 要怎麼樣翻譯 然後就有一個人翻譯 就是翻譯稱什麼 真夠嗆 然後就嗯 雖然很知語 但是好像可以 對 有 它有把這個感覺翻出來 所以 對 它就是一個噁心感 一個 很 很強烈的一個 感覺吧 然後像Hika剛剛有查字典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字典上面寫什麼 就是說那種 很強烈 很 讓人 難受的那種 不舒服刺激的味覺 可是我覺得不一定是 不只是味覺 視覺也可以 可以 像是那種 有時候那種很寫心的那種 電影啊 漫畫啊 殭屍電影 對 那種就會說它 Aggie 畫面很Aggie 這樣子 我覺得像是我 一開始看巨人漫畫 的第一部的時候 就是 我看到Aren她媽媽 被吃掉那一瞬間 我真的就是Aggie 我 人生陷入黑暗的感覺 就是那種 很強烈的衝擊 很 很 該怎麼講 那個 情感很 很濃嗎 就是那種感覺 我覺得也是Aggie 之前在豆花生活 台灣豆花生活頻道 有一支影片是在拍 臭豆腐配 納豆 嗯 就是你看那個畫面 就會覺得很 Aggie Aggie 就是覺得有點 看起來就很難吃啊 那種感覺 很衝擊的畫面 的感覺 對 很衝擊吧 這個語感真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記起來 它就是這種 很強烈的一個 什麼東西的一個感覺 這個很口語 有點網路用語的感覺 對 有點網路用語 但是你有時候在推特 或是在一些文章裡面 其實這個字還時不時會出現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還蠻長蠻好的 對 這個字是我們這一篇裡面 我也選到 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單字啦 嗯 然後下一個就是 延伸的第一個 延伸的根源 好 叫做 Yubiwa Yubiwa Yubiwa就是戒指 嗯 然後它的漢字就是寫成 手指的指 再加上 輪子的輪 輪胎的輪 輪胎的輪 然後就是手指的 一個圓圈的感覺 所以就是戒指 這個蠻 常會出現在歌詞啊 什麼裡面的 我覺得我們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這個單字 Yubiwa嗎 沒有 阿秋不知道 阿秋說 我們有時候講一些 全部都是日文的東西的時候 要講一些中文翻譯 對 它有時候會說 我們解釋不夠清楚 哦 對 我們要反省一下 就是用中文再解釋一次 好 Yubiwa就是戒指 OK 這蠻簡單的 歌詞很常會出現啊 真的真的 然後我們就從Yubiwa去 延伸出來幾個單字 也是蠻常用的 對 就是 我這個 這個下一個單字呢 是我 嗯 可能高二 高三的時候 我問我 Lima的吧 就問我一個朋友 因為我那時候想要講 手指尖 我想要講 因為我知道手是 然後 我不知道指尖 這個地方 的日文是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說 是Yubi Saki 嗯嗯 因為它是 手 它的漢字寫 叫做 也是手指的指 然後Saki是 先 先後順序的先 嗯 所以它就是 指先 嗯 然後像這樣的漢字 其實你只要 看過一次你就知道 就是手指的前面的 就是 這個 嗯 這個感覺 就是指尖 嗯 我剛才是不是亂講一通啊 不快啊 就 就這樣啊 嗯 就是 這個字就是 你只要看過一次你就會背起來 我覺得 什麼什麼Saki還蠻常用的 嗯 呃 Ryuugaku Saki 知道吧 哦哦哦哦哦哦 就是譬如說我之前去東京留學 然後我留學的那一個學校 可能我沒有要跟對方說是 叫做什麼名字的學校 對 我就可以說Ryuugaku Saki 就是我 我去留學的那一間 學校 啊 的目的地嗎 這種感覺 它是什麼什麼Saki是一個很 常會組合的一個字 我覺得蠻常的 我現在目前想不到這個 嗯 就是Yubi Saki 就是指尖的意思 對 然後關於手呢 所以就延伸出來手相關的幾個單字嗎 接下來應該是所有女性會 一生當中一定會遇到的單字 對 哈哈哈 好 那做一般的講法叫做 對像指甲 我像我跟EJ都很喜歡做指甲 那指甲這個就是 叫做姪姪 姪姪是一般的講法 姪姪就是有一些怪獸 什麼野獸的姪姪 也會這樣講 就是所有 就是一般 動物 沒有任何奇怪的語感的指甲 就是 姪姪 它的學名 哈哈哈 然後像一個 Nail 的話就專門比較是那種美容 對 美容 在用的 什麼 比較實 Fashion 一點 美容液嗎 什麼之類 就會說什麼 Nail 什麼什麼 什麼美容液之類的 像是我們做指甲的店 就叫做 Nail salon 嗯 就是 就不會說 姪姪 salon 對 就是比較 比較好聽嗎 比較 就是寫片甲名呢 寫外來語就是比較潮一點嗎 啊 就是這樣 對 這兩個都是指甲 就是姪跟 Nail 嗯 好 然後下一個呢 就是 呃 現在我手上有的叫做 凝膠指甲的一個日文叫做 Jel Nail Jel Nail 就是Nail是一樣的嗎 對 Nail就是指甲嘛 然後那個Jel就是凝膠的意思 哦 對啊 因為可能男性聽眾不太懂 這個 我們現在手上這個可以維持一個月 就是因為 它是像是一種 光療 對 它的名字叫做光療 然後為什麼會叫光療 就是因為我們塗了這個之後 它是不會乾的 你要去照一個燈 嗯 它才會變成這樣很硬的一層 這個就叫做凝膠 對對對 對 然後其實 像我們平常保養的時候 不是也有一種質地叫做凝膠嗎 對 那一種凝膠也可以叫做Jel Jel 就是同一個字 嗯 因為像是單聽到Jel 這個單字的時候 給我的語感就是一個 保養品嗎 一個凝凍的感覺 一個像果凍一樣的 的東西在我的腦中 你知道嗎 就是意識流派 就是同一個字 對對對 嘿 就是 把它組合在一起其實就很好背 對 就是Jelnail 嘿 就是光療指甲 嗯 然後 像Hika最近就比較沒有在做Jelnail 對 因為之前是因為疫情 不然我之前的話也是跟一姐一樣 幾乎每個月都去做 每個月都去報到同一間店 對 然後 就是長長了就一定會換 嗯 我禮拜一要去換 續做了大概快一年吧 對啊 對啊 每個月的固定的事情 也是蠻大一筆開心 沒錯的啦 女生就是 不知道耶 我覺得自己喜歡最重要 我做這個很開心 對 然後我就因為疫情 所以已經停做好幾個月 然後最近就是開始喜歡自己塗指甲油 而且Hika塗指甲油的功力很高耶 就是我自己塗的話是會亂七八糟 很不平整的 我跟你說最近幾年指甲油的技術有進步 是你的技術還是指甲油的 指甲油的技術 我覺得他跟我以前國高中買指甲油的 嘿 內容物是不一樣的 真的嗎 我覺得不一樣 所以你覺得我自己塗其實也可以塗得好 對 真的嗎 我覺得 是因為他質地改變了 所以你才會塗得那麼完美 最近科技變好 就以前你看你塗上去不均勻 他乾了還是不均勻 對 我覺得最近我買了大概兩三種品牌吧 嗯 就是塗你雖然看起來有點不均勻 可是他 他乾的過程中他自己也就會均勻 他自己會去他該去的地方是不是 對 我覺得 而且我記得以前要等他乾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 可能要一個小時之類的 才會真的乾 對 可是我覺得最近大概你可能塗完 看完一集那個動畫 嗯 就可以了 就完全乾了 就是不會你用力壓他還會有個指紋 不會 現在技術真的是 而且你還記得以前國高中買指甲油 那個去光水 很臭 一打開就整個家都是那個味道 對 很刺鼻 現在沒有了 現在進步到就是 你可能還是會有味道 可是沒有那麼刺激 嗯 我不知道耶 我都去給人家弄光聊了 我最近覺得很驚豔的就是 哦 技術真的有在進步 科技進步 對 在於我們的小指尖 小指甲上面就可以感受到人類的一小步 這樣 對 然後像我 我是自己塗指甲油嘛 那這個日文就會叫做 Self Nail Self Nail Self是什麼意思啊 就自己的意思 Self 那個Self 哦 那個字 原來是這樣子 嗯 Self Nail 但是它 其實也可以是指你自己做凝膠 哦 自己 自己買器材 我有一組 有些居家的凝膠的器材嘛 嗯 對 也會上面也會寫成 Self Nail 就是指的是自己做指甲 哦 但是大部分是會是指塗指甲油 而不是你指甲 不是光聊的那一種 對對對 但是也可以是光聊 就是你要看 看前後文去判斷 嗯 然後下一個字是 Hika自己補充的 對 就是那個指甲油這個字 嗯 有兩個講法 一個是 マニキュア マニキュア 好可愛哦 嗯 然後另外一個是 Nail Polish Nail P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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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啊 呃 油漆嗎 魔光 魔光 拋光 拋光 那個字 太難了吧 這個我等一下就忘了 這個你不用記 你就是記它是指甲油就好了 哈哈 就是這個組合啊 記形狀就好了 哈哈哈哈 有時候我背單字都這樣 記形狀 呵呵 因為 這兩個字可以用 哪一個比較常用 都常用 是 大家會混著用是不是 最近 近期的話 感覺比較常聽到Polish Polish 哦 好 好 結果我們現在介紹單字的方向 跟我們這一篇主題完全沒有關係 跟我們的興趣有關係 對 跟我們的興趣有關係 那我覺得還不錯耶 就這個 這個很冷門耶 不會啦 你買指甲油啊 或是 對 買指甲油 我最近 我喜歡吉田竹林 你知道吧 我知道 它是一個 以前是 一定会每个月买 就订阅制的那种感觉 很贵吗 不会啦 他的 他的商品的价位都蛮明显 1000块日币 要吗 要1000日币吗 要 哦 就是三四百块台币 就是嗯 支架有这辈子用不完 你一个月买 你一个月买一个色 可是 对啊 好 我就希望他们做小一点 因为反正你擦大概五次吧 就你了吧 差不多 你就不会再去擦 这没错 好啦 那其实就是这一篇话题 跟大家延伸了 聊了很多 要不要全部再念一次 哦好啊 从头再念一次 嗯好了 那第一个 egui egui就是 很恶啦 很恶心 很刺激的一个 强烈 强烈的一个心动词 嗯 嗯 好 那下一个字是 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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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甲是指甲 就是动物的指甲 或者人类的指甲 都可以叫做 指甲 嗯 nail nail的话就是比较偏美容的指甲 嘿 那下一个 gel nail gen nail 就是光疗 凝胶指甲 self nail self nail 就是自己涂指甲油 然后下一个 manicure manicure nail polish nail polish 都是指甲油 对 嗯 以上 好多个哦 不会啦 这是一起背啊 一起背 一起背 关联的 一组 嘿 好 那其实这礼拜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日之声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